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说幻影公鸡 密尔沃基号的心理战术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既神秘又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幻影公鸡 密尔沃基号的心理战术 首先 我们得回到二战时期 那是一个心理战术和欺骗战术大兴其道的年代 在这个背景下 密尔沃基号 USS Milwaukee的故事就像是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 主角是一艘美国海军的轻巡洋舰 配角则是一群心狠手辣的战术规划师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1944年 当时盟军正在策划一场名为堡垒Fortitude的欺骗计划 目的是让纳粹德国相信诺曼底以外的地区将成为盟军入侵的主要地点 在这个宏大的计划中 密尔沃基号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他被精心装扮成一艘德国战舰 以此来迷惑敌人 想象一下 一群海军士兵在甲板上忙碌的涂抹伪装色 安装假炮塔 甚至在船体上贴上甲的德国标志 这不禁让人想起还提示完的打扮洋娃娃游戏 只不过这次的洋娃娃是一艘巨大的军舰 而且这场游戏的赌注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幻影攻击的一部分是让密尔沃基号 在敌人的侦察机或潜艇可能发现的地方露面 然后迅速消失 就像是大海中的幽灵船一样 这艘德国战舰在海上漂泊 仿佛在传递着某种秘密的行动信息 足以让任何一个德国情报官员也不能寐 而幽默的是 这艘船上的美国水兵们 有时候还得学习一些德语 以便在无线电通讯中使用以增加欺骗的真实性 你可以想象一个来自德克萨斯的水兵 试图用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德语发出命令的情景 这简直就像是一出喜剧 最终 这场心理战术取得了成功 德国人确实上当了 他们分散了防御力量 为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而米尔沃基号的幻影攻击则成为了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欺骗案例 证明了在战争的棋盘上 有时候一艘装扮成敌人的船只 比一艘真正的战舰更有威力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艘军舰时 不妨想一想 它可能不仅仅是一艘船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心理战的主角 只是 别忘了 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而不是好莱坞大片的剧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猎杀巨兽 英国皇家海军的潜艇追击 好的 让我们潜入历史的深海 探索英国皇家海军猎杀巨兽的传奇故事 这里的巨兽并非指海中的鲸鱼或是神秘的海怪 而是指那些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威胁盟军海上运输线的德国潜艇 U艇 首先 我们得回到20世纪初 那是一个海上力量等同于国家威望的时代 英国皇家海军 这个曾经的海上霸主 面对着德国海军的崛起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德国的U艇 这些潜伏在水下的狡猾猎手 开始在大西洋上演一出出致命的游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的海上封锁策略迫使德国采取无限制潜艇战 这意味着德国U艇将攻击包括商船在内的所有敌对国家船只 这种策略导致了包括著名的卢西塔尼亚号在内的许多悲剧 同时也激起了英国皇家海军的猎杀本能 英国人开始发展各种反潜战术和技术 他们的舰队中出现了专门的反潜舰艇 如驱逐舰和护卫舰 还有一种叫做Q船的狡猾小玩意儿 这些看似无害的商船实际上是武装到牙齿的陷阱 一旦有U艇上钩 他们就会揭开伪装 展开攻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情况变得更加紧张 德国的狼群战术让盟军的船队损失惨重 但是英国皇家海军并非没有准备 他们有了声纳这样的新玩具 能够在水下探测到这些狡猾的海底猎手 此外随着战争的进行 盟军的密码破译专家们也开始破解德国的海军密码 这让猎杀变得更加科学 最有趣的是英国人还发明了一种叫做Hedgehog的反潜武器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前装式反潜排击炮 能够向敌人发射一串炸弹 当然如果你是幽艇的船员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一点也不可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国皇家海军和盟军的其他海军力量 逐渐掌握了反潜作战的主动权 到了1943年 大西洋战役的潮流开始转向盟军 幽艇的威胁逐渐减弱 总之英国皇家海军在猎杀巨兽 德国幽艇的过程中 展现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他们的故事就像一部充满悬念和惊喜的电影 只不过这次的导演是历史 而演员们则是那些勇敢的水手和他们的钢铁巨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烈焰与忠诚 贝尔弗宣言的背后故事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 回到那个充满眉烟和绅士的时代 聊聊那份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文件 贝尔弗宣言 首先 我们得先介绍一下 这位名叫贝尔弗的绅士 亚瑟 詹姆斯 贝尔弗 这位英国政治家除了他的政治生涯 可能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那份宣言了 但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 我得提醒大家 这位先生在当时可是个名副其实的键盘侠 只不过他的键盘是羽毛笔 而屏幕则是欧洲的政治版图 1917年11月2日 贝尔弗宣言以一封信的形式发表 这封信是由贝尔弗本人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 写给犹太社区领袖瓦尔特 罗斯柴尔德的 这封信的内容大概可以总结为 亲爱的犹太朋友们 我们英国人觉得你们应该在巴勒斯坦有个民族家园 但别忘了 那里还有其他人住 所以请和他们和平相处 这听起来像是邻居间关于谁该在后院种菜的友好建议 但实际上 这封信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后院的篱笆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贝尔弗先生坐在他的办公室 头戴绅士帽 一边抽着雪茄 一边思考如何在一战期间赢得犹太人的支持 同时又不得罪他的阿拉伯盟友 他可能想了想 然后说 我有个主意 我们给他们一个民族家园 但是在别人的土地上 这就像是你告诉你的两个孩子 他们都可以在同一个房间里玩耍 但是不要打架 我们都知道 这种和平共处的方案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贝尔弗宣言的背后故事 其实充满了现实政治的权衡和战略考量 英国人需要在一战中 确保犹太人的支持 特别是俄罗斯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在俄国政治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同时 英国也希望确保自己在中东的利益 特别是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 所以 贝尔弗宣言可以说是一张精心设计的政治扑克牌 英国人希望通过它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不过 就像所有的政治承诺一样 贝尔弗宣言的后果 并不像他的初衷那样美好 他为后来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 埋下了伏笔 而这场冲突 一直持续到今天 可以说 贝尔弗宣言是一份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文件 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的原始目的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份政治宣言时 不妨想想那位戴着绅士帽 抽着学家的贝尔弗先生 以及他那份看似简单 却充满复杂后果的宣言 这就是政治的魅力 也是历史的讽刺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几个 充满戏剧性和幽默的历史故事 《密尔沃基号的幻影攻击》 英国皇家海军与德国幽艇的潜艇追击 以及贝尔弗宣言的背后故事 这些故事都展现了历史的奇妙 和人类智慧的创造力 在《密尔沃基号的幻影攻击》中 我们看到了战争中的心理战和欺骗战术的力量 以及士兵们的勇气和创造力 在英国皇家海军与德国幽艇的潜艇追击中 我们看到了科技的进步和战术的演变 以及水手们的聪明才智和勇敢精神 而在贝尔弗宣言的背后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政治的权衡和战略的考量 以及政治家们的智慧和机制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我们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思考历史的重要性 和人类的决策对历史走向的影响 历史是一面镜子 它让我们看到过去的错误和成功 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观点或问题 请留言和我分享 让我们一起讨论历史的趣味和智慧 我期待着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 六度万事 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 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 问题解答 在线话题等强大AI功能 首先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方式 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 并在开启的弹窗中选择六度万事 然后 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 开始您的AI对话旅程了 今天六度世界网友最关心什么 六度教育咨询 帮您量身定做 申请入学 选专业 找工作的个性方案 点击六度世界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选择六度六度教育咨询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你好 请问你在教育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还准备在美国留学 希望了解美国本科留学相关信息 好的 我可以帮助你 首先 我想了解一下 你的孩子目前的学习阶段是什么 他他是否已经完成了高中教育 今年高中毕业 了解了 那么他他是否已经开始准备 骚获这样的大学入学考试了 这两种考试是美国大学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 已经考过了SAT 好的 那么请问你的孩子对于想要申请的专业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或者他他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什么想法 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选择合适的学校和课程 希望学电子工程 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 非常好 电子工程和人工智能是非常有前景的领域 那么在选择学校方面 你们是否有任何特别的考虑 比如地理位置、学校规模、学费预算等等 希望在安全、工作机会多的大城市 希望学校有很好的电子工程系和教授 了解了 那么请问你的孩子是否已经开始准备申请材料 比如个人陈述、推荐信等 这些都是申请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已经开始准备了 好的 那么在申请过程中 你们是否遇到了任何困难或者有什么不确定的地方 比如如何选择学校 如何撰写个人陈述 如何准备面试等等 如何选择学校 了解了 选择学校确实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过程 那么 你们是否已经了解了一些关于美国大学的排名信息 比如US News TUS等等 这些排名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看学校的专业设置 教授的研究方向 以及学校的地理位置 规模等等是否符合你们的需求和期望 能不能比较一下MIT 斯坦福 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专业的特点 根据我找到的信息 MIT 斯坦福 卡内基梅隆都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校 每个学校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MIT 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 其强项包括人工智能 编程语言 软件工程等 MIT的教育环境鼓励创新和实践 学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到前沿的研究项目中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位于硅谷 与许多世界顶级科技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斯坦福的计算机科学专业 在人工智能 数据库 系统等方向都有很强的实力 卡内基梅隆大学 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科学专业也是全球顶尖的 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向有着领先的研究 卡内基梅隆的教育模式注重实践 学生可以通过项目学习来提升技能 总的来说 这三所学校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择 你的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 以及学校的地理位置 氛围等因素来做出决定 同时 申请这些学校也非常竞争激烈 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做压工程师 在大学应该学哪些课程 如果你的孩子想成为一名压工程师 那么他他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习以下一些课程 计算机科学基础 这包括数据结构 算法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 操作系统 编程语言等课程 这些都是成为一名压工程师的基础 数学 压工程师需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 包括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统计 微积分 优化等 机器学习 这是压的核心课程 包括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 强化学习等内容 此外 深度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数据科学 压工程师需要能够处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 因此数据科学的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数据挖掘 数据可视化 数据库系统等 专业领域的课程 根据压工程师想要从事的具体领域 可能还需要学习一些相关的课程 比如 如果想要从事自然语言处理 那么就需要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课程 如果想要从事计算机视觉 那么就需要学习计算机视觉的课程 软件工程 压工程师不仅需要理论知识 也需要实践技能 软件工程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如何设计和构建复杂的软件系统 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建议 具体的课程选择还需要根据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孩子的兴趣来决定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2月14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投资者希望北京采取更多措施以维持3800亿美元的股市涨势 南华早报 基金经理表示 中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让投资者相信近期股市上涨是可持续的 虽然支撑股市的措施已使内地和香港市场的资本恢复了3770亿美元 但一旦救助措施的兴奋消退 投资者将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和企业盈利 中国经济和企业基本面依然严峻 一月份通货紧缩压力加剧 龙头企业利润下滑 采取明确的市场友好政策对于重振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至关重要 他们因限制性政策和科技行业的限制而受到创伤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毕业生寻求技术技能培训来找到工作 南华早报 由于就业困难 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职业院校接受技术技能培训 分析人士表示 人们越来越重视实践能力而不是学历 而且教育体系与就业市场的要求之间不匹配 随着公司越来越青睐能够提供实用解决方案的经验丰富的员工 这种趋势已经出现 开发商华南城的困境再次考验国家支持 彭博社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华南城控股警告称 极可能对两美元债券违约 这可能引发违约事件 尽管获得了国家救助和债券持有人的让步 但该公司在财务上仍陷入困境 与私人开发商相比 华南城被认为是国有开发商如何处理债券义务的一个测试案例 该公司正在积极寻求融资并考虑修改条款 发行新债券或重组 今年还有更多票据到期 其中包括两个月内到期的票据 即使在习近平拜登会面之后 美中关系中仍然存在混合信号 南华早报 11月习拜登峰会后 美国和中国官员举行了高层会晤 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解冻 然而 分析人士淡化了恢复沟通的重要性 认为这是成功的门槛较低 不太可能缓解南海的紧张局势 布朗将军和刘正丽将军的会晤是自中国因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西 佩洛西访问台湾而断交以来两国之间的首次高级军事会谈 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部派出海军和空军巡逻队前往南海 监视其认为扰乱的活动 美国和菲律宾在有争议海域举行联合演习 中国和美国在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的会晤中重申了在关税 投资限制和制裁方面的现有立场 美国官员还与中国同行成立了一个禁度工作组 美国国会尚未与中国接触针对香港驻美代表处立法 并阻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预计习近平和拜登将于今年春天进行通话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计划访问中国 要求澄清非市场行为 随着市场假期结束重新开始 香港中概股下跌 彭博社 随着农历新年假期后恢复交易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市下跌 投资者仍不确定政策制定者是否愿意阻止持续的市场下跌 并正在评估美国市场在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后的下跌情况 中国重振股市的努力效果有限 通货紧缩压力 房地产市场危机 以及与西方的紧张关系等结构性问题 继续给投资者带来压力 其他因素也在影响投资者情绪 例如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 Inc 决定从其指数中删除一些中国股票 以及中国一月份信贷增长 创历史新高 投资者将关注北京方面的政策信号 以及有关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政策轨迹的线索 前苹果工程师因窃取商业机密被判四个月监禁 彭博社 前苹果工程师张小浪因窃取公司专有信息 而被判处120天监禁 张下载了一份25页的苹果文件 其中包含自动驾驶汽车电路板设计的示意图 并计划将这些信息带给一家 生产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的中国初创公司 法官建议张在最低安全级别的设施中服刑 并有机会向其他囚犯教数学 香港顶级物院假期期间零成交 彭博社 农历新年假期期间 香港十大私人住宅小区 自2010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无销售情况 这种缺乏活动表明 随着利率上升和经济放缓 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可能会持续下去 在中国造成了损失 据报道 买家正在等待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房地产市场 这些措施可能会在本月晚些时候的该是年度预算中公布 美国众议院对华英派高层计划下周访问台湾 金融时报 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将于下周率领议员代表团前往台湾 以表达对台湾即将上任的总统赖清德的支持 这次访问是在黎智英英的选举一个月后 5月就职典礼之前进行的 华盛顿警告中国不要对台湾进行侵略活动 而中国则一再批评 美国不应干涉及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 在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访问台湾后 中国于2022年切断了美国和中国军队之间的通讯 但同意在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峰会后于11月重新启动这些渠道 美国将在西太平洋部署5艘航母向中国展示实力 南华早报 预计美国今年将在西太平洋部署近一半的航母 以应对中国和朝鲜在该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 目前 美国已有三艘航母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 还有两艘正在航行中 这将标志着11艘航母中的5艘首次在该地区执行任务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 这些演习的目的是加强海上一体化作战和战备 美国军方希望发出信号 表明它可以处理这些情况 同时继续关注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优先战场 随着中国和美国在有争议的黄岩岛问题上陷入军事对峙 以及朝鲜进行更多导弹试验 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 美国持续密切关注台海局势 埃隆 马斯克在墨西哥的大型特斯拉工厂利用中国供应商 引发了华盛顿的担忧 彭博社 中国汽车灵部件制造商越来越多地在墨西哥设立工厂 为特斯拉即将在该国开设的工厂供货 埃隆 马斯克邀请中国供应商到墨西哥 复制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本地供应链 根据墨西哥国家汽车灵部件工业协会的数据 2023年 中国在墨西哥制造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灵部件价值 将达到11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5% 中国企业正在墨西哥商业指导方针下建立庇护公司 并利用该国友好的商业环境 由于担心危急自身在中国的利益 汽车制造商和一些全球供应商尚未公开谈论这一趋势 美国税务律师已经确定了一条途径 一家位于墨西哥的中国子公司可以生产完整的电动汽车 只要电池矿物或零部件不来自中国 就有资格获得7500美元的美国税收抵免 美国担心 中国将以巨额补贴之称的电动汽车涌入美国和全球市场 台湾发现14架大陆飞机进行战备巡逻 南华早报 台湾国防部报告称 周三发现有14架中国空军飞机在台湾岛附近活动 这些飞机正在与中国军舰进行联合战备巡逻 尽管台湾否认这些主张 但中国一直定期派遣战机和军舰对台湾宣誓主权主张 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但美国反对任何武力占领台湾的企图 并致力于向台湾提供武器 北京不承认两国之间的非正式屏障 即台湾海峡中线 澳门赌场股票因中国游客人数复苏而飙升 彭博社 数据显示农历新年期间 中国大陆游客人数大幅增加 澳门赌场运营商的股价飙升 美高媒中国控股 银河娱乐集团和永利澳门的股价均出现上涨 大陆游客的增加 对于这个依赖旅游业的城市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该城市最近公布1月份博彩收入增长了67% 游客人数的增加归因于非博彩娱乐活动的日益普及以及休闲游客的增加 内地游客占入境游客总数的73% 高于2019年的68% 而香港游客则占21% 大众汽车在新的强迫劳动指控后审查其在新疆的存在 彭博社在受到侵犯人权指控后 大众汽车正在审查其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活动 在有证据表明吐鲁番测试跑道建设过程中可能使用强迫劳动后 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正在与合资伙伴上汽集团进行谈判 大众汽车还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设有一家小工厂 根据合同规定 该工厂必须在那里运营至2029年 该公司正在考虑提前解除合同 作为结束其在该地区活动的可能方式 美国立法者寻求正式调查 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股价暴跌 彭博社 由于美国立法者呼吁对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进行正式调查 并可能将其列入制裁名单 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的股价在香港下跌 议员们声称中国公司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药明康德否认了这些指控 称其业务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安全风险 自今年年初以来 这两只股票的价值均大幅下跌 跌幅接近50% 药明生物成为近10个交易日 亚洲波动幅度最大的股票 中国软件服务提供商 在资金短缺之际压住人工智能 日经亚洲 尽管该行业的投资出现了更广泛的缩减 但将人工智能嵌入其产品的 中国软件服务初创公司仍在吸引资本 例如人工智能驱动的法律解决方案 提供商PowerLaw AI和SaaS图形设计平台 JS Design 最近分别筹集了1130万美元 和未披露的金额 人工智能工具 使公司能够提供标准化产品 并降低开发成本 然而 尽管人工智能在SaaS中的使用 被视为初创企业的潜在生命线 但它是否会对 经历大规模裁员 和缺乏标准化的中国SaaS行业 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还有待观察 随着美国购物者兴趣减弱 Pmil在超级晚广告上花大钱 南华早报 中国电子商务应用程序拼多多 PTD在美国被称为 Pmil希望重振其在该国摇摇欲坠的增长 该公司在超级晚期间 投入巨资进行广告宣传 播放了6次广告 并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赠品 然而 观察到的12月销售额 环比下降12.5% 1月环比下降4.8% 较2023年中期 该应用超过50%的增长 大幅下滑 在该应用程序上 购物的美国人数量也在下降 尽管如此 根据Bloomberg Second Measure的数据 Pmil1月份的销售额 较2023年1月增长了805% 是排名第二的SpaceX增长的4倍 远高于竞争对手亚马逊的1.7% 通过中国简报 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 智囊团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 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 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 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6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6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6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4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1000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海滩 你可以选择许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Lilofonese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卫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六度万事 您的六度世界私人助理 现在支持论坛资源搜索 问题解答 在线话题等强大AI功能 首先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然后 按照屏幕上的方式 点击右上角的机器人图标 并在开启的弹窗中 选择六度万事 然后 您就可以向六度万事提问 开始您的AI对话旅程了 今天六度世界网友最关心什么 我是六度万事 我这就搜索论坛热点 帮你查找 你给我画一张卡通形象的马斯克 祝贺习近平春节快乐的贺卡 快来看看我的作品 还满意吧 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节目一开始 先为大家说一说 近期市场出现的变化 A股这边仍然还在春节放假之中 港股今天开始是出现了低开高走这样的走势 整个亚洲市场也是随之一震 那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元也好 还是人民币也好 走势都出现了比较急转的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观察市场的朋友们注意到 美股出现了股债双杀这样的现象 那么到底是出现了怎样的情况 是不是美国的经济真的叫急了呢 其实这目前来看还主要是数据层面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CPI现在是已经达到了3.1个百分点 超出了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的2.9个百分点 显示现在通胀的压力仍然较为严重 此前市场预计可能会在3月或者在5月 今年前半年美联储的利息政策有所转向 由之前的一路高息进入下一个降息周期 而目前我们看到这样的期望似乎是一直在落空 其实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接受60分钟节目采访的时候 就已经不断的向市场吹风 说通货膨胀的下降不会是直线的趋势 会经历一定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看到不仅仅是股市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美股道指一度是跌破了700点 同时我们也看到债市面临非常大的抛售 而VIX指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恐慌指数 也是创下了从2022年以来的最大恐慌性 那么到底这一次是不是就是美股转向的一个契机点呢 当然没有这么快 市场也普遍分析接下来 可能我们要关注到的数据就是PCE数据 也就是我们说的个人消费开支 从过去的政策导向来看 美联储是比较关注PCE的 因为与大家的生活物价更相关 那么这个数字呢 会在本月月底2月29日来进行公布 但是市场普遍认为 这个PCE的涨幅可能不会有CPI 这样超出市场的预期 同样是物价指数CPI和PCE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简而言之就是权重不太一样 那么在医疗支出在有关于机票价格这一方面 CPI的权重更大一些 那我们也知道在一月份 一般来讲的机票占到大家支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所以客观上来讲 对于CPI有一个人为的升势作用 另外我们看到整个的住房成本 在CPI中的权重比较大 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通胀降不下来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住房的价格 不论是买房价也好还是租金也好 现在仍然是高居不下 另外我们也知道一些长期付款项目 比如说汽车保险 仍然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 现在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2月29日是一个重要的数据观察点 那么到底是年终开始降息 还是今年更晚一些时候开始降息 现在也成为了市场观察人士热议的焦点 如果我们看到整个期货市场的交换合约 认为五月降息的概率 已经从之前的普遍预期百分之六十四 下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二 如果今年持续保持高利率水平 那么股市恐怕不会一直看好 但是现在不管是美银也好 还是UBS也好 经济学者以及分析师普遍预计 可能从第二第三季度 还是会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利息水平 或者至少出现方向的调整 这个消息今天也简单为大家介绍 好 说到中国公司方面的消息 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关注到的是 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最后一提早 以往的零售在线电商巨头 阿里近期 似乎遇到了一些挫折和麻烦 分禁市占率不断的下降 整个阿里集团也面临人事调整 以及机构重组 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特别走访了有名的淘宝村 发现靠淘宝成家致富的这一些电商平台 现在也在寻求拼多多 京东以及其他的一众竞争对手 那么这一次阿里能不能够走出电商平台 转型的危机呢 特别是在拼多多市值超过他之后 现在马云到底会进行怎样的转型 希望有没有关注到相关的报道 这个金融时报这篇报道挺有意思的 那曾经的这个马云呢 他的阿里巴巴呀 曾经是让一大批的电商 是走上了致富之路 那很多电商也是建筑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或者是建筑淘宝这个平台呢 哎 闷声发大财了十几年 在过去啊 电商的代名词 那就是淘宝 但现在呢 这个马云一手创办的阿里巴巴 有一点玩不转了 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呢 就发现在中国有一些工厂 他们会优先选择把自己的产品 放在拼多多 京东和字节跳动的这个抖音等 这些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的在线商店上 那么金融时报也去采访了一些 这些工厂中的负责人啊 为什么你们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 其中一个例子啊 就一个工厂的负责人就说 那是市场迫使我转向了拼多多这样的平台 如果我不转型我就会被淘汰 那么有数据显示商家们正在离开阿里巴巴 那商家们离开阿里巴巴是一方面的 客户就是消费者也在选择离开阿里巴巴 那么金融时报采访的多个商家都认为啊 说中国现在的消费者的行为啊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消费者啊不再是拘泥于只在一个电商平台上购物 那消费者可能要买一个比如说买一个篮子 他可能会横跨多个平台呢 从淘宝跳到抖音 再从抖音挑到拼多多呢 选择出啊消费者最想要的那个商品 这呢也让不少的商家呢不得不在跨平台上开设 他们的这个在线商店 阿里巴巴在中国电子商务的这个市场份额啊 也从2019年的68%缩减至了2023年的42%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下跌 但是啊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消息呢 有分析业界的分析师说啊阿里巴巴现在采取的各种的这个救市举措啊 这个挽救市场占有率的举措都没有阻止阿里巴巴和淘宝本身市场份额的下滑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变化 那么金融时报似乎是从一个上这个在淘宝也好 在抖音也好上有跨平台电商门店的商家中啊 得到了一个答案 那么这个商家就说啊 拼多多的工市场工作人员会带着这个商家到上海的拼多多的总部参加战略会议 那还会啊直接就跟商家进行沟通就哪些产品类型需要增加供应啊提出建议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里巴巴这边是不会干预啊 不会给这个呃这个在阿里巴巴上开店的商家任何的指南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指导啊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对比 但是啊商家这边也很聪明 他们现在明白的是啊不能依赖单一的平台那需要是在开店多元化 那么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举的例子也提到有意思的是呢 一个商家他们的这个销售的利润呢利润的大头或者是更赚钱的这个方式啊 那并不是在拼多多而是在于淘宝和京东上他们销售的产品啊 这些商家可能他们的这个获利润的概率获利润的百分比更高 当然了也有商家是拒绝把他们的产品啊在拼多多上上线 因为有的商家就觉得你们拼多多的这个消费者消费群体啊过于节俭 那我们我们本身的产品啊这个质量好价格呢不能压到这么低 那如果说我们啊这个赔着成本去赚吆喝那最后啊可能是一个折本的买卖 那么归根结底啊那这个金融时报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说的 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啊这个世界一个商家之口说出来的说啊 这个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每个人的消费能力都降低了 当然了金融时报也是尽可能的去举例采访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商家啊去探究 为何会从这个只依赖淘宝只依赖阿里巴巴来进行一个电商之路 变成了现在一个跨平台的电商之路 那如果是你是一个在中国开工厂的一个工厂的负责人啊 你要考虑的呢不只是在线上线下销售的问题了 你甚至要考虑的是你要抽出多少精力去在不同的线上平台 进行网店的这个架设维护以及运营 这是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 等大家汇总到这里 好 谢谢小杨的介绍啊 那么有关于中国企业之间的变化 特别是企业家 近期呢大家可以关注啊 我们的同事新峰所推出的一系列节目 而不管是从梯木的创始人 还是这个Shin他的竞争对手的成长过程 还是拼多多的突然崛起和黄征的故事 那么新峰呢会为大家介绍一系列中国的企业家 好 有关于马云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要说一说 昨天我为大家提及的加拉格尔 加拉格尔啊一直是共和党政坛的明日之星 那么呢现在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共和党有关于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但是之前的周末啊一则消息传出 让整个美国政界都觉得十分的吃惊 就是他突然宣布不再寻求竞选连任了 而是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家人身上 他表示自己和妻子已经有两个孩子 而现在更想扩大家庭 更引起了大家有没有他退出政坛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昨天晚些时候呢 我们看到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 加拉格尔现在作为众议院美中竞争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有人说这是加拉格尔的毕业之旅 是什么呢 就是在下周三即将访台 访台的具体行程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是预计他呢 会和六位议员一同成行 会与现在刚刚新进的民进党籍的总统 这个赖清德来进任后 应该说是后任总统赖清德先生进行会晤 还有呢就是和立法院的院长 国民党籍的韩国瑜先生进行会晤 具体要讨论什么样的内容呢 目前没有看到更多的细节 但是预计是与对台军售有关 而加拉格尔本人呢 一直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挺台派 那么他是研究冷战历史出身 一直对于美国作为民主兵工厂的角色 十分的感兴趣 现年只有39岁 但是其实在台湾问题上 他是有过一系列非常高调的行动 比如快速交付军售项目 扩大美台联合训练 建立亚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等等等等 不断向白宫施压 希望可以促成对于台湾的军事保护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二0二三年二月的时候呢 加拉格尔还曾经秘密的访问台湾 当时是见到了台湾的政府总统 蔡英文女士以及赖清德先生 还有国防部长情报首长等等等等 那么呢 他返回美国之后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才透露了这样的消息 那么这一次加拉格尔去台湾会透露怎样的信息呢 他访台这件事情的敏感性 是不是因为他即将退任而有所淡化 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焦点 当然现在我们关注到美国国内政治 会注意到两党在有关于对外军售的问题上 包括俄乌战争 包括对台军售 包括边境法案 现在仍然是陷于非常胶着的状态 那么加拉格尔借此行也需要给美国的盟友一些 我们叫做定心丸或者是心理上的安慰 好有关于加拉格尔访台的消息 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到了 还是来自金融时报 一篇引起很多人关注的文章 那我们知道 Steven Roche他本人是耶鲁大学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 此前也是摩根斯坦利亚洲区的主管 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一直相当的看好中国经济 即使是在过去几年有很多经济学者 对于中国的经济提出了较为悲观的预期之后 但是呢 这个Steven Roche先生在金融时报的一篇观点评论中 讲到了香港的变化 做出了非常悲观的评价 认为香港现在已经完蛋了 作为一名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 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一方面是香港本身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另外一方面啊 就是他认为现在香港背靠大陆大陆的经济已经撞墙了 其实啊 罗奇也不是最后一个转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对于中国经济有较为乐观预期的经济学家 现在呢 也是不敢对于未来再报如此光明的判断 但是相反 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 在刚刚过去的小年夜的中国中央和国务院的新年团拜会上 那么中国官方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 仍然说放眼全球是风景这一边独好 那么到底中国的经济是怎样的状态呢 如果您有阅读到现在国际媒体以及中国国内官方的一些评价 可以看到是两极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 一方面是要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论 另外一方面这个极端好像中国的经济就已经一蹶不振了 似乎已经永无出路了 到底应该怎样看这样的一个事实呢 那么这一方面我特别为大家关注到的是新加坡的总统尚达曼近期的一个演讲 这是在二月十日他出席一个有关于农历新年的活动的时候 讲到如何看中国他特别强调啊 看中国不仅仅只能看到中国的问题 也不能仅仅只看到中国的光明一面 他说呀说现在你看媒体几乎每一天世界都会有对于中国前景的负面评估 有关于中国是不是还值得投资的质疑啊 也是一轮高过一轮 他说呀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中国还有一些优势 但是这一些人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也是客观事实 那么中国经济有哪一些问题呢 上达曼就列出了包括房地产的问题 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包括消费情绪低迷的问题 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欠发达的问题 那么中国到底有哪一些优势呢 在他看来不管是电动汽车还是工业机器人 还是中国的整个制造生态体系 还是物流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物流系统 还是中国强大的人才储备 还有地方各层面的发展机会 仍然是中国不可小觑的优势 他说呀说现在呀 不管你是聚焦于中国的脆弱一面 还是聚焦于中国的优势一面 可能都忽视了整体中国的真实图景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中国呢 尚达曼认为呀就像看任何市场一样 不能非黑即白 从一个极端马上就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也作为我们今天与大家特别分享的一段内容 如果大家对于尚达曼的演讲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会在稍后的华尔街现场节目中 为大家完整的带出 说到有关于中国经济 前几天呢和民先生也与我分享了尚达曼的这一段演讲 和民先生现在好像是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与我们连线 我们也想简单的请和民先生评价一下 到底怎样看待现在舆论上对于中国经济两极的评价 2024年中国经济到底可能会走向怎样的一个趋势啊 好 和民先生可以说了 李奇博士好 李奇博士好 小杨好 今天是想尽办法跟大家能够有一个联系 因为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借这个机会感谢这个网友们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我现在的流量非常的有限 不要以为我是生活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 实际上我所在的地方的环境呢 比想象到要要要要 比你们在纽约的时候要艰难很多 艰难很多 现在我不知道幸好怎么样 我觉得国际的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 和中国现实的经济的环境呢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致的 但是呢这些观察这些现实的感觉到这些问题 跟中国政府正好形成一个一个对立 如果你把中国政府的声音再加上这些唱衰的声音放在一起 大体上就是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中国政府仍然是对这个经济有非常多的工具 非常多的这个困牵来使用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间使用的是非常的糟糕 正如我在这个几天之前的节目中间讲 中国的经济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没有释放出一个 让大家觉得为了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政策基本上是在大家的这个日期范围之内 正如李奇博士之前讲的 有一些政策如果是在大家的这样一个日期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政策的功效就大大这个降低 那么现在全世界看谁中国 很多的企业家也陷入到一种困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政策的释放还是那种慢吞水 还是那种所谓的定力 那么对市场的刺激就非常有限 那么刺激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实现任性的运 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要释放出强余力的信号 而这个信号是要超过大家的日期 好谢谢和平先生的介绍 那我们看到和平先生现在是穿的非常的清凉 那个情人节的第一个祝福 先是献给了给我们打赏的网友朋友们 那么和平先生今天在稍后的环节中 也会以声音的形式来参与我们多个重要话题的讨论 我们也感谢和平先生能在百忙之中 艰苦的条件下 带宽不给力的情况下 与我们网友连线 希望和平先生 能够在离开导播式的日子里面 度过一个轻松的情人节 以及新年的假期 好和平先生 我们再会 好 谢谢 接下来要为大家聊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制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 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许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Elofone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